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 彩肖战演技不地道,扣上流量演员,却要自动屏蔽最高光的履历。 最近老是出现肖战对标别人的内容出现,尤其是《余生》这部剧。 还有人拿来用,力压,超过余生,肖战热度,登顶防守。 但借用收官的余生来吹自己的热度高收拾好,好像有点不太地道。 就此,再次用新爆流量和流量演员来看待肖战。 这就像是那些想要踩踏肖战随时都可以拿出来的一个由头一样。 可流量是什么时候开始被污名的呢? 为什么都比试流量? 却又到处在求流量? 这是一个怪圈。 余生上线收官至今已经有,这么多解析肖战演技的,对标演技的。 却都自动屏蔽了一部作品,那就是21年全国巡演的话剧《如梦之梦》。 不管是彩肖战演技的还是杠精,和那些明包暗扁的,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点。 会自动屏蔽掉一个大众所知道的事实,只抽取他认为有用的东西来为他说的话来做背书。 每次必屏蔽的,那就是肖战在演艺履历上浓墨重彩的一笔,话剧《如梦之梦》。 也是刷到《人物》杂志给《如梦之梦》的制作人王可然做的一期专访。 文字多达上万字,讲述就是这个对戏剧热爱、几近痴狂的人王可然。 看完之后,对他本人也是肃然起敬,对艺术创作的坚持,在物欲纵横的当下。 还要坚持自己的初心,真的很难得。 也是这种坚持。 才敢做了别人都不敢做的史诗及话剧《如梦之梦》,看过的人和其幸运。 这篇专访,依旧看到了那个逃不过的问题很多人都吃惊,为什么会选他? 没错,就是21年巡演的话剧,为什么会选择肖战来出演《五号病人》。 而他提到定下肖战的故事,从身边的心理医生聊起,才知道肖战经历的始末,这是他的原话,不管是在人民资讯。 还是在首场演出结束后的各媒体采访,这句原话一模一样。 同时王可然也讲到,和肖战第一次见面,他就认为《五号》这个角色对方能胜任。 原文如下。 肖战受削、干净,和《五号》的气质很相符,最重要的是。 演员身上的复杂性足以代表戏剧的复杂性,他所经历的人生无常。 那种迷茫人带着带着莫名其妙就会被成全了,莫名其妙又被打击了。 那既是《五号病人》的命运,也是肖战的命运。 一句话,王可然看懂了肖战。 人物给王可然的专访到结尾处的时候,有句话特别喜欢。 剧场就是这样一个地方,人心能得到片刻安放。 所有的撕裂。 都有一个解答的机会,所有的绝望,都有一个与人希望的地方。 这段履历不是被屏蔽就会掩盖的高光。 更不是按在流量演员就能将肖战的演技和能力随意折辱和摩擦。 说到这,肯定会有人说,现在流量演员都去话剧借镀金了。 流量演员当然都可以去参演话剧,但不是任何人都能像肖战这样。 带着小众领域在原来的基础上实现再次破圈,引爆话题,全民讨论。